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没关系 那你忙吧 喂 你能借我三千块钱吗 我弟弟他考上了大学 现在正着是交学费呢 你放心 这个等我发了工资我就还给你 嗯 行 谢谢你啊 两千块钱也行的 嗯 谢谢 谢谢 哎 喂 君哥 我弟他现在考上了大学 学费还差一千块钱呢 你看 你那方不方便 先借我一千 等我有钱了 我立马就还给你 嗯 谢谢你啊 那好 那好 我一会就会去拿 嗯 行 哎 喂 弟弟啊 你就放心吧 学费的钱啊 姐姐已经给你凑齐了 你就安安心心的在学校上学吧 家里啊 你不用担心 一切有姐呢 姐相信你一定会出人头地的 你永远都是姐姐的骄傲 嗯 那你快去上课吧 姐姐 我回来了 回来了 快坐 姐去给你切点水果吧 不用了 姐 你也坐吧 我这次回来 是有事跟你说 什么事啊 这么神秘 这个 是我在室里给你买的一块房子 这 我们姐弟俩像因为命这么多年 全靠你 我才会今天 爸妈找到照 当初是你照顾我 借钱跟我上大学 你对我的好 我永远都不会忘了 现在轮到我来照顾你 姐 以后我都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 你永远都是姐的骄傲 姐不需要你照顾 你只需要照顾好自己 姐就放心了 去吧 你们好客气 我总想帮你 All right 好人 好人 你看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姐 我想我你借五万块钱 什么五万啊 那可不是个小数目哎 你们家那么穷 我借给你啊 你要房的猴年马月啊 行了行了 走吧 走吧 周姐 我求求你 你帮帮我吧 我借钱是有原因的 我母亲生病住院了 我说你别叫我周姐 就叫我周姨 周奶奶都没用 你这么穷 拿什么烦我啊 那钱不是打水票了 走吧 周姐 我知道你家有钱 你是我们村有名的富婆 你看在里里相亲的 你帮帮我救救我妈吧 行吗 不然的话 我妈她就 拿开你的手 想借钱救你妈的面是吧 行 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都答应你 钱啊 我室友 不过我的条件啊 就是打欠条 我借你五万 你年门带利要还我八万 而且啊 你得下跪 我才把钱借给你 你 怎么样 答不答应 周姐 好歹咱们也是一个村的 也是邻居 我找你借钱 你怎么能这样呢 是一个村的 可差别怎么这么大呢 你这么穷 问我怎么这么有钱呢 怎么样 这钱呢 是借还是不借呢 好好想想吧 周姐 这南河旗下有黄金 贵天贵地贵父母 这也不能问你啊 这不是给你折寿吗 我就问你一句 你妈的面 你是救还是不救 不会是吧 那好 我也帮不了你 走吧 诶 周姐 瞧你那没出息的呀 行啦 看你啊 这么有诚意的分散 借给你了 密码是六个吧 这可怎么办啊 这公司马上就要破产了 这支接链马上也要断了 这么多年的努力全完了 去哪里弄这么多钱啊 哟 这不是周姐吗 哟 小了呀 好巧哦 怎么了 这是啊 这几年不见 你不是农民工了 早就不是了 不然你的钱和那高额利息 怎么能还给你 是啊 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我啊 成立一个传媒公司 雨萱传媒 听说过吧 雨萱集团啊 对啊 我是董事长 原来雨萱集团的董事长就是你啊 对啊 你还好吗 怎么 遇到难事了 听说你们公司经营的不是很好啊 是啊 这马上就要面临破产了 正发承了 小蓝 她在我当年借钱 就你妈的份上 你能不能帮姐一个忙啊 想借钱啊 可以啊 真的吗 太好了 当初不管怎么样 也是你帮我的 你要是不帮我啊 我妈可能就没了 太好了 公司有救了 等一下 这卡里有一百万 足够你用了吧 可以可以 够用了 谢谢啊 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不过呢 我也有个要求 要求 对 什么要求 当初你让我跪下来 现在我也让你跪下来 只要你肯跪下来 并且跟我说声对不起 这一百万就是你的 而且绿西不要你一分钱 你 你这不是纯仙保护我吗 你太过分了 过分 当初我跟你借钱 你是有多过分 跪不跪 不跪 我走了 别走 好 我跪 行了 还是要你跪啊 当初要不是你借给我钱 我的命可能就没了 我得感谢你 我得感谢你 再说了 我们都是一个村的 做人不能太绝 你当初那样对我 你这都不知道 下跪对一个男人的尊严 是有多大的伤害 我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钱拿去用吧 好好经营公司 谢谢你啊 谢谢 好了 我走了 我当初真的不应该那样 我不应该瞧不起穷人 贤贫爱护 好 好